歡迎收看手機遊戲FreeFive我要活下去,我是尼亞斯 好,那我們這部影片呢,我是私底下遊玩的,然後後製配音上去的 這一場呢,是我單人去排雙排的雙人模式這樣 所以隊伍只有我一個人,那我選擇跳加工作坊 是男人,就跳加工作坊,沒錯 好,那我們就一路從加工作坊呢,殺出重圍吧 我們來看一下,目前有看到一個人跳下去喔 所以推測這邊應該有一組到兩組的隊伍左右 通常加工作坊蠻多人跳的啦,可是雙人模式好像就沒有那麼多了 單人模式跟多人模式反而比較多 OK,目前好像都沒有看到,欸有槍身 在底下,在那個底下一樓的倉庫 我有一個三級包,撿一下 可是好像都還沒有拿到步槍耶 衝鋒槍打,欸欸欸,二樓有一個,二樓有一個 倉庫那邊,看到了 欸欸欸欸,想幹嘛想幹嘛 欸,可惡 衝鋒槍 衝鋒槍真的很難打,那個中到遠距離啊 欸,下面的車子 我看到地圖上有車子 那車子是要走了嗎 欸,又消失了 好,我們來偷一下倉庫的這個人,不知道他去哪裡了 欸,有兩個 哇,換M500好了 欸,他們是沒有發現我嗎 喔,右邊那個發現我了,他拿VSS 喔,好險 應該是新手玩家啦 然後這輛車子一直 他剛剛一直停在那邊不動,我就想說打他 他應該卡住了 欸,他好像被殺死了 樓下倉庫那個好像殺了蠻多人的 好像殺了兩三個吧 所以這邊總共大概有三組,四組啦 只是說大部分跳樓下 樓上的話我只遇到一組 然後這邊呢,我就是在等這個 無人機針探查一下 欸,那個敵人還是在倉庫那個方向 大概在那個箱子後面啦 我還是檢查一下 然後最近,玩FreeFile不知道為什麼都會卡卡 就是說換一下槍的時候他都會 角色盾一下 喔,有沒有,跑出來了 好,這邊他殘血他應該會趕快去補血 所以我就趕快衝過去了 OK,然後我看到後面也有敵人啦 山後 哇,砲槍 又砲槍 OK,這次沒有砲槍了 好,這邊呢,我就一路從家工作坊 走到了這個山頂,山腳下 然後遇到藍卡 想說有點難打 就先暫時不打 看一下 這個距離都蠻難打的 打了,未必打得死啊 就想說算了 我就繼續搜刮東西了 然後我玩的這個時間點呢 是還沒有出FAMAS這把槍的時間點啦 大概是6月7號以前 大概6月6還6月5號吧 然後這邊這輛車子跑走 我一直在檢查 因為現在在縮圈 我看一下圈附近有沒有人 毒圈附近 很怕有人在毒圈附近 這樣我的背後就不飽了 我的屁股就不飽了 就要長痔瘡了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當個跑圈戰士 慢慢往下跑 然後這邊真的蠻多屍體的 剛剛那輛車的人 就在這邊撿包啊 可是我來得太晚了 跑得太晚 他剛好準備開車走 所以沒有來得及打他 欸,有沒有聽到 有車聲啊 然後前面有空頭啊 我想說過去的話 應該可以撿個人頭 應該會有人在撿空頭 所以我就稍微往那個方向 跑了一下 然後好像又聽到車子聲耶 好像又沒有 可是這空頭看起來 看起來附近都 掩體有點遠啊 目測都沒有看到敵人 好像蠻安全的 欸,有車聲 來了來了來了 趕快躲趕快躲 我這頭在被 在跑掩體的時候被車子撞 欸,他們停車了 欸欸 左邊有一個人 哇,兩邊都有人啊 完蛋了 嚇死了嚇死了嚇死了 哇,這 這真的很會躲 啊,倒了倒了倒了 OK,剩一隻 趕快補血趕快補血 哇,這個聰明了 會繞過來耶 可惡 可惡,我要補血啊 讓我補血 可惡 靠近一點,靠近一點 完,結果他先被毒死了 欸,他們兩個都被毒死了 可惡 算了,沒撿到人頭啊 好,趕快補個血 先進圈補個血 我很怕我在這邊開槍 等下敵人過來撿我的人頭啊 那就危險了 OK,我這邊一次補兩個啦 浪費一點沒關係啦 因為我怕等下 在補血過程中被人家打 至少我有第二個補包 可以幫我再補一下血 好,就在這邊稍微看一下 毒圈一樣啊 看一下毒圈附近有沒有人啊 然後我正在看那個 燈塔那邊有沒有人 因為我很怕高處有人過來打 這樣子的話我在這個圈內 跑圈 或者是 欸 等一下用塔看一下 跑圈的時候 可能會被高處的敵人打 就比較危險 這邊岩體比較少 除非去房屋那一塊啊 不然這中間都是 草原 幾棵樹而已 對 目前好像沒有什麼看到敵人欸 先 我先換回消音器 原本是想要用補償器說 可是後來發現 然後算還是先用消音器好了 欸 兩望塔有人喔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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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兩隻兩隻兩隻 痛痛痛痛痛 兩隻都在兩望塔 不過那邊他 他們那邊好像不是圈吧 他們發現我 我就想說直接換補償器算了 反正發現我了 而且我先跑啊 啊他們那邊在圈內啦 好,現在先找掩體,先找掩體,先補血 我很怕有人從我後面來一槍,這樣我就會很慘 好,先躲在石頭後面好了 石頭的掩體比較大一顆 樹太窄了 好,目前 是打到兩三發欸 184滴血 基本上一百,一百九以下我就會補了啦 對,有點強迫症 我這邊想說丟手蛋看丟不丟得到啊 丟得到就丟啊,丟不到 丟不到,丟不到上面 喔,那個敵人好像殘血喔 唉唷唉唷,應該第一一百以下囉 應該喔 趁現在趕快跑 他們兩個應該會稍微補血一下,我就趁這個空隙趕快跑 OK,有沒有,就成功的跑過來一點 然後他們現在那個地方不在圈內 你看有沒有,我現在186滴血我還在繼續補血 所以我現在就是暫時左右兩邊都看啦 我怕右邊有人偷襲我 阿左邊那兩個一定會 下瞭望塔來 進圈啦 唉唷有了有了,有一個跳下來了 另外一個不知道 下來了沒 可是目前沒有看到人 稍微等一下好了 然後我現在用的角色是馬克希姆阿 就是那個 攤車鬼 是的 所以在圖圈外 不能像黑人一樣待太久 也是蠻痛的,雖然說吃補包比較快啦 這個,這個角色比較適合 打帶跑阿 就像我剛剛那樣子 對啊 好,目前我們就想說先進圈阿 因為,嘖 左邊那兩個我也不知道他往哪裡跑 感覺蠻危險的 嗯 我很怕這棟大房子有人阿 不是補餐喔,是這棟 右邊那棟 這棟 我要進去 欸,看到敵人了 對面對面 我們透過窗戶偷襲一下 一個 欸,兩個,兩個 對喔 好怕一個 剩最後一個 OK,死了 再補血,有沒有看到 只要低於一百九十滴我就會補 呵呵 好,出去撿個東西阿 因為我現在子彈沒有 部槍子彈我通常會拿超過 大概一百發左右啦 那補包順便也拿一下 好像沒什麼部槍子彈 好,現在剩一個敵人阿 目前沒有看到敵人 趕快撿個子彈 但蠻多的,有沒有果肉雜 好像沒有 沒有 補包也沒有 果肉雜也沒有 剩一個敵人阿 欸,狙擊槍的聲音 在圈內 對面山上 我這邊呢 跑一跑的會 就是原本拿平底鍋會換手槍阿 因為換手槍的話 平底鍋是在屁股後面嘛 它有機率會擋到子彈 對 雖然說拿手槍跑 比拿平底鍋跑慢一點 但是至少屁股會有一個保障 有機率可以擋到子彈 好,看到了 它在對面 我這邊就是打個幾槍 讓它損一點血 恐嚇它 然後再跑到 前面的掩體阿 我最近用的戰術就是這樣 然後我這一次忘了補血 繼續打 呵呵 有了,吃雞了 單排雙人吃雞 從家工作坊一路打到這裡 這一場只有 224 212 42個人阿 對 21對 單排雙人 對啊,那我最近用的 剛剛那個戰術就是 先打敵人幾下 他一定會想要先補血 我趁他補血這段時間 趕快換掩體 換到更前面的位置 我目前最近用的戰術 是喜歡用這樣 那我們這部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